两个靓仔正准备拆人家的组屋 这难度连高起墙看了都只摇头 这片白色勺子状的东西 就是他们今天要拆的燕窝 作为王牌飞行员的金丝燕 在绝对实力面前 只能远远看着自己的窝被拆 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 横斥向天叫 从此过着昼出晚归的生活 虽长相不出众 但也自食其力 生活的压力 让他们练就了一身本领 哪怕是吃饭喝水甚至交配 全都在空中完成 这就是生存 在夏季 金丝燕能持续在空中停留200天 一生几乎都在飞行 直到雨季来临 两只异性金丝燕就会结成夫妻 寻找一座气候遗鸟 周围食物和水源丰富的小岛 在溶洞内的绝壁上助窝 准备孕育下一代 大家常见的家燕和泥燕 都会以树枝和泥土助窝 唾液仅仅作为粘合剂 分量非常少 而金丝燕助窝 是由口腔分泌的胶质唾液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水 经过一个多月的夜晚 一点一点雷起来 那它们为何不用泥土助潮 一般的鸟脚指三指向前 一指向后 不管是平地还是树枝电线 都能行走如飞 紧紧抓握 找材料作窝 简直小菜一叠 而金丝燕双脚既短又软 四指都向前生长 不要说找材料作窝 在平地都寸步难行 何况在绝壁上安家 泥土极易滑落更有难度 上帝也是公平的 金丝燕属于雨燕科的小型鸟 体长约为13厘米 体重比较轻 四指就能轻松倒挂在岩壁上 它们拥有回音定位的技能 哪怕洞穴黑不见五指 也能任意急飞 凭回音就能找到自己的家 到了繁殖期 唾液线会扩大 分泌出大量的胶质唾液 被风一吹就会凝固起来 变成一个个如小船般的燕窝 原本金丝燕远离人烟 生活非常平静 直到有一天 一个叫沙多罗诺的印尼人 闲得无聊摘了一只燕窝主 发现味道出奇的好 且九十后身体被棒精神爽 自此之后 当地人就经常跑到岩洞敲燕窝 并慢慢形成一条新的产业链 相传燕窝于唐朝时传入我国 在宋朝时风靡全国 到了清朝更是权贵的必备补品 在《红楼梦》中 就有薛宝钗向林妹妹送燕窝 用于调理身体的片段 近年来 燕窝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效果如何只能说见仁见智 不过采摘燕窝是真的难 在印尼有许多由舒博子织 组成的采燕队 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四月 他们会简装出行 漂洋过海来到孤岛 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赤脚踩上又肩又滑的岩石 像螃蟹一般笨拙地向上攀爬 唯一能给予帮助的 就是这根只有少许节点的竹竿 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恶浪 头上是一望无尽的绝壁 踩卵了是高手在民间 踩华了是施脚在阴间 每年都有人因采燕窝而吃喜 但每年的采燕人只多不少 这一切皆因超能力作祟 毕竟冒一次险 就能赚到普通工人两年的工钱 这对于慌慌张张 唯徒碎英脊俩的世人 无疑是致命的诱惑 找到洞口后 他们要猫着身子进入 对于触手可及的燕窝 只需用水喷湿就能采摘 然而大部分的燕窝 建在五层楼高的岩壁 为了采到更多的燕窝 他们用绳索和竹竿 搭起一座座简陋的天梯 一步荡三荡地向前 试图薅进满壁小船 镜头回到溶洞 金丝燕历时一个月多建房 入住一个星期左右 就会有鸟蛋的诞生 且大部分是龙凤胎 相当神奇 凭现在的医学条件 哪怕人工干预 也难做到如此精准 接下来 他们要花20天时间孵化 然后再花40天时间捕育幼崽 直到小燕子能独立生活 就会抛弃这个燕窝 重新回归天际 有原则有底线的采燕人 只会采摘被抛弃的燕窝 而被金钱迷了眼的人 那是建窝就拆 不管里面有没有蛋和幼崽 金丝燕一年能接三次潮 密室回来发现家没了 只能悲鸣一生 重新开始筑潮 此时的雌鸟已快要发动 为了赶工 只好以口水将泥土和羽毛等混合 交接为潮 二窝虽比不上头窝精准 但拆迁队也不介意 只要洗洗还是能换钱 在一带接一带的强拆下 东南亚部分地区的金丝燕数量 在1957年至1997年间 减少了88% 燕窝的价格直线飙升 动辄一斤几千上万元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人在一所废弃建筑内 发现大量的金丝燕 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令燕窝实现批量生产的烟雾 就此走上舞台 采燕人在衣山傍水 食物丰富且远离人烟的地方 建起一洞洞烟雾 参照天然溶洞的温度 湿度和光照情况 安装加湿器和控温器等 给金丝燕打造一个 潮湿阴暗又舒适的家 烟雾造好后 采燕人用扩音器 不停地播放金丝燕的求欧曲 并在屋内放置他们的粪便和唾液 邀请路过的金丝燕入主 他们喜欢群居 只要来了一支 就会发展成一个军团 采燕人只要定期检查 烟雾内是否潜入蛇鼠等不速之客 并定期喷洒药液 使他们免受自然害虫的干扰 然后再耐心地等待 直到燕窝被弃就开始采摘 通过这样的方式 他们每隔两到三个月 就能收获一大批燕窝 与到溶洞采摘相比 这种方法收入稳定又安全 金丝燕养殖开始成爆炸式增长 在短短的几年里 当地的烟雾数量 由900家迅速增加到6万家 从洞燕到屋燕 改变的只是金丝燕的居住环境 他们仍是野生状态 生活习性没有改变 燕窝的质量并不会降低 然而奇怪的是 燕窝产量增加了 价格却依然坚挺 其实刚采下来的燕窝叫毛燕 里面除了唾液还有羽毛和粪便 采燕人只是简单地清理一下 就会按等级卖给加工厂 在加工厂里 工人先将毛燕按质量分类 分出燕盏 燕条 燕碎等 分剪完毕后 毛燕被送入清洗车间 先喷水适夫软化 再细细修剪外形 用压缩空气枪 去掉表皮的杂质和灰尘 然后用过滤水进行数轮涮洗 除掉大部分粗毛及杂质 减轻后续挑毛的工作量 挑毛是燕窝加工中最费时费力的一环 随着近是加深几度 工人用镊子将绒毛一根根挑出 每一盏燕窝都要经过 初挑 细挑 精挑三道工序 挑完一盏小小的燕窝 需耗时几十分钟 没点眼力和耐力 根本做不了 挑完后还要在放大镜下检查 确定一毛不留才算合格 对于有弹字印和黄点的部分 则要精雕细琢 将它们完全磨掉 以免影响燕窝品项 拉低品质 下一道工序是定型 干净的燕窝被放入模具 用夹子固定好 使之恢复到最初的模样 日晒和烘干会破坏燕窝的活性 导致变黄变质 因此燕窝定好型后 还要进入风干室 有股风机或者风扇吹干 金丝燕长期在空中飞行逆食 通常不会生了病还能造窝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燕窝都要经过高温消毒 最后才能按等级分类打包销售 采摘难 加工繁琐 是燕窝价格高挺的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国内燕窝产量少 基本靠进口 价格想要平民化 一时半会还是难以实现 燕窝分为369等 曾经最珍贵的血验 是否真是金丝燕偶血而成 答案是否定的 金丝燕把窝住在溶洞 里面非常闷热 岩石内的矿物质会慢慢渗透到窝里 当里面的铁红元素达到一定的量 燕窝就会成铁锈红色 还有一点就是 若金丝燕繁殖气与水不足 周围的食物少 就会飞往更远的地方觅食 食物的改变及粪便氧化 也会使燕窝带红 所以 燕窝的水并不深 只是人心太深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